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始打开计时器 好 双手支撑 将双手尽量地打开 然后手肘向两侧 像蜘蛛人一样 膝盖尽量碰触 手肘还弯曲多一点 配合呼吸 OK 好 拉背地练习 微微屈膝 往后拉背 保持背部的挺直 这个动作呢 就是控制住 臀部不要撅太高 收一点点 对 然后呢 将肩胛骨往后夹紧 夹到极限 下个肋收 感觉颈部被拉长 眼睛看到前方 然后手肘呢 尽量去贴到腰部 贴到腰部 对 吐气 往后拉的时候吐气 吸气 OK 好 保持 休息 准备做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呢 会是一个伐木的练习 如果你 你下肩带越近呢 它的阻力就会越小 越圆呢 阻力就会越大 那我喜欢把整个身体伸展开 然后再转体 往下砍的时候 吐气 对 控制整个身体 背部不要太多的弯曲 保持背部的挺直 膝盖朝前方 去感觉你的双手手肘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去感觉是夹紧的 夹紧的 你可以试着去夹一个球 或者夹个枕头去做 然后呢 去把整个的腹部收紧 让腹类外斜参与发力 还做一次 OK 好 另一侧 麦克转身 往后退一点 好 直接开始 对 这个动作呢 是把整个手臂伸直 然后去感觉夹你的胸部 然后整个身体 靠你的肩关节的流转 对 非常好 肩关节的流转 去带动 如果你又打高尔夫 也可以去做这种 流转的练习 去提升整个身体姿态的流转度 好 非常好 吐气 还可以往上拉高一点点 对 还高一点点 对 然后打下来 这个速度可以去做调整 逐渐可以加快 OK 好 休息 接下来一个直臂的hold jump 这个呢 我习惯是把它握在这里 因为这样子的话 那待会万关节压力不会太大 然后做一个山头必须伸的 往后伸展 快速 快速的 还可以更低一点点 对 大家看一下侧面是 快速的 吐气 手肘弯曲 手肘弯曲 最后五秒 大臂保持不动 大臂不动 对 小臂动 往后伸展 好 休息 然后是一个半层的深蹲 平时我们的深蹲会是全程的 OK 现在就做一个半层的 因为橡皮袋给我们的一个辅助是比较少的 所以每次起 起的时候吐气 很小 好 幅度越来越小 逐渐往上 然后控制 骨盆的位置 就是骨盆的位置不要这样 收一点点 保持是一个平的 OK 好 然后让肩膀里耳朵尽量远一点 现在还累收一些 OK 最后四秒 做完之后 双手撑地 麦克 双腿开合 这个支撑的练习呢 就是控制 腰不要掉下来了 往上抬起 把腹肌收到极限 让你的肚脐离开 你的T恤 然后肩膀下沉 耳朵离开 肩膀 OK 好 下一个蜘蛛 手打开 这个热身 来最后一次 OK 好 起 站姿的 拉背 跟上哦 快速 就中间没有太多的休息 基本上所有的动作呢 都是 做完一个 然后直接交换体位 做另外一个 如果想加一点点难度 可以往后走一点点 然后可以把膝盖微曲一点 让你的腿部也同时参与发力 往后夹的时候 可以一二三 三次去感受一下 菱形肌的收缩 一二三 OK 好 准备做伐木的 还可以吗 这你二 好 这个如果你怕它松掉的话 其实我在家里 一般我都会穿一下 但是因为配合 我们要换动作 所以就没有穿 整体 好 到第二组呢 我们尽量做到极致 去感受一下 手在上来的时候 绳子是拉长的 所以要过来一点 对 这样是不是感觉更明显一些 对 力越装越大 对 所以你在家里 可以找一下感觉 尽量不要让自己 停留在舒适区 就是去找肌肉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的时候 让你的肌肉最明显 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极限 既可以控制 又可以锻炼到极致 OK 好 交换 直接换 好 背还挺直一点点 注意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这样拱背去做 因为这样对腰椎 整个脊柱都不太好 所以我的建议是 背部放平就可以了 然后同时去收紧你的腹肌 去感觉腹部尽量离开 踢去 然后呢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让你的肩膀 对 整个头有一种前引的感觉 整个身体是前引的 然后控制膝关节不要流转 完全靠 整个上半身的流转 腹部的腹肋外斜 去参应发力 也就是人影线的这一块 OK 好 下一个动作 直臂的交腿后斩 这个后斩呢 是往后伸展之后呢 让小臂往后去发力 对 小臂往后 这个动作如果做对了呢 你会觉得这个地方 手臂后侧会发力 同时去控制手臂后侧 对 就是让整个大臂 在这里的情况下 再往后一点点 往上多一点 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伸展 然后快速加快 加快 OK 好 没有感觉 好 下一个动作 半层的深蹲 准备 好 你准备好了吗 一起下 半层 先下到大腿于地面 平行的状态 然后再往上起一小部分 整个腿始终不用伸直 然后去感觉臀部和大腿后侧的收缩 你的手没有发太多的力 对 鼻吸嘴吐 其实时候吐气 然后让肩膀尽量放松 对 这个时候呢 很多男生会脖子往后顶 就尽量不要把脖子往后顶 去让这一块是伸直的一个状态 对 不用下 不用伸太多 就下很小的幅度就可以了 OK 好 平板 支撑 开合 这个动作呢 如果你在家里地上有地塔 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开合 但是如果像我们这样地面 就用双手去支撑就可以了 OK OK 好 直接 第三组 支撑 麦克还可以吗 还行 你还可以吗 呵呵 加油 最后一组 几分钟的时间 一下就过了 我和麦克 跟你一起 再训练 OK 好 起 搭配 直接做哦 不要看着我们 直接做 对 越来越好了 你会发现现在 你整个身体 都在中立位上 不再有过度的翘臀 底的臀部有收缩 好 现在我们试的背的时候 每次夹 一二三 回去 一二三 回去再往后走 一二三 回去再往后走 是不是感觉越来越明显 OK 好 最后一个 嗯 伐木 伐木也是一样 我们试着一点点走过去 好不好 因为最后一组 我们试着练到极致 好 开始 这个是有几种重量 你也可以把我的和麦克的这两根重量 加到一个上面 因为它可以直接有这个扣子 可以扣上去 那就是50磅的重量 当然我建议每一个初级训练的 好 还过来一点 就是从20磅开始做起 然后逐渐加到30磅 然后再加 最后就是可以两根一起做 三根一起做 逐渐去往外侧挪动 OK 好 转体 嗯 手伸直 这个动作呢 一般有时候我很多新会员不太会做 而且我跟他说手伸直 他可能到外侧的时候就又弯了 所以我都会让他中间去夹一个球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球 跟脸一样大的球 就可以夹在这个双手之间 他会一直保持 就包括教高尔夫的教练 也会中间去夹一个东西 让你去做保持 所以你在家里可以试着 用一个娃娃 就跟脸一样大的就可以了 夹紧就可以了 OK 多一点点 试着Mike碰到我的手 对 然后如果还要想加一点点难度呢 碰到我的手再停三秒的感觉 一二三 OK 好 非常棒 好 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做 直臂的 往后 好 然后交替往后 山头的一个臂屈伸 手臂后侧会非常有感觉啊 如果觉得太累 你就往前走一点点 会简单一些 如果简单的话 是Mike碰到 觉得不太累 就可以往后站一点点 逐渐往前往后 自己去调动 OK 好 休息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半程的深蹲 因为可能深蹲让你去做全程 全程你会觉得非常简单 但是做半程的你会发现 跟之前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下的多一点 其实你就把这个动作提示 你们半程的深蹲 就去想象是一个休息的练习 因为它在做半程深蹲的时候呢 就是去不断去调整 下的时候 吸 然后吸 吐 非常好 然后坐的空中呢 你又没有发现 是不是又耸肩了 因为有时候人累了之后 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后去调整 然后同时去控制你的膝盖 就不要坐着就变这样了 保持朝前方 好 最后一个支撑开合 加油 非常好 最后 六 五 四 三 臀部不要掉下来哦 二 一 OK 耶 要起来 好 那今天训练就结束了 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 就是练完强度还不够 可以再来一次 再跟着我们一起练一次 如果你是在电视上 跟我们一起练习 那记得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我们的APP 有更多的视频和更多的训练 我和Mike还有BitTime团队等着你 拜拜